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典型的如果国的香格林拉 以前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 现在是享誉世界的旅游胜地 而有的国家改名没有带来知名度提升 反而变得沉寂了 最典型下面整个小国 以前的名字享誉世界 六十年前改名后 变得默默无闻 穷困潦倒 这个国家就是非洲地区的加纳共和国 位于非洲新几内亚湾西海岸地区 全国领土面积近24万平方公里 人口接近3000万 大概是我国一个省大小 加纳无论在国际还是在非洲 都是一个非常不知名的国家 存在感很低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这个国家很穷 人均GDP1000多美元 只有我国的七分之一 可谓是穷困潦倒 但是 加纳以前的名字那可是想当当 享誉世界的 在六十多年前 加纳的名字叫做黄金海岸 这个名字在近代是享誉世界的 主要得名于其丰富的黄金矿产资源 最早是葡萄牙人在1471年发现这里 并且发现了巨量的黄金 于是取名黄金海岸 从此开始下誉世界 后来葡萄牙衰落 崛起的荷兰对黄金海岸亏见已久 在1595年入侵黄金海岸 在17世纪就垄断了这里的黄金贸易 掌控黄金海岸 到了19世纪 荷兰衰落 而英国强大起来 英国人在1844年 将黄金海岸纳入自己的殖民体系 还将自己的殖民地多个化给了黄金海岸 被称为黄金海岸殖民地 而黄金海岸的名字名副其实 因为经过几百年殖民掠夺和挖掘 黄金海岸的黄金依然很是丰富 英国人设置总督 在这里大力开采黄金 然后运回英国 而且因为这里的黄金丰富 吸引世界的淘金者慕名前往 其知名程度比当年美国西部淘金热还要热烈 因为英国的掠夺 黄金海岸从1931年开始反抗 寻求独立 尤其是二战后 斗争范围更大 更加激烈 还成立了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 跟英国进行独立斗争 到1957年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黄金海岸独立 首任总统恩克鲁玛 而黄金海岸独立后 起先是黄金海岸共和国 但是很快改成了加纳共和国 而自从改名后 加纳从世界之名 初步变得沉寂 而且国内长期政局动荡 通货膨胀严重 虽然黄金很多 但是国家越来越穷困 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 最近外债还高企 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为高位外债风险国家 堪称凄惨到了极点 想想当年的黄金海岸 多少人慕名前往往 光是旅游可能都转发了 但是加纳的名字明不见经传 没有知名度 很难有国际声誉的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讲 真 更多精彩 请关注还原历史真相返回邹湖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